哈喽,大家好,我是一根热爱电影的老条 本期带来一部《没落武士坚守内心》 放下土刀,选择平静生活的故事 在幕府同志时代默契,朝廷动乱,百姓民不聊生 服侍恶服,哀鸿变异 在一个冬天,一场杀戮就这样发生了 导幕派和新传组之间的战役打响 一个身着黑色的少年出现 他剑法高超,又冷血无情,杀人不眨眼 他就是筷子手,拔刀斋 他帮助了维新派取得最后的胜利 战一结束,他将刀插在了地上 暗示着自己将永远离开杀戮 然后离开这个修罗战场 那些在战死中死去的人们 已经被附上了厚厚的白血 永远地埋藏在历史长河之中 幸存者怀着悲愤之情从地上爬起 他感叹自己是一个失败者 更感伤自己的同僚死去 他看到筷子手拔刀斋的刀,恨意油然而生 他的眼睛似乎比别人更要可怕 黑色的瞳孔吓坏了所有人 新政统治,明治维新时代到来 在新政统治的十一年时间里 国家逐渐富强,百姓安居乐业 曾经名造一世的怪死手拔刀斋 也隐藏于江湖 表面上如此富足的国家 还是有人暗地里坐着见不得人的勾当 吴天官柳就是一个黑心的企业家 他集结一帮制药士为其制造新型鸦片 高和惠女医师也是其中一员 因为与家人失散 孤身一人他不得不卫身于吴田手下 为其研制鸦片 吴天官柳不仅心黑 而且心狠手辣 他积极力帮能人意识 将那些刚为他制造出新型药物的制药师给杀死了 使留下知道新型秘方的高和惠一个人 日本迎来了自己的节日 百姓都尽情在街头狂欢 只是很快悲剧就发生了 在座卧底的警察遇害 而警察的旁边留下一封信 和筷子手拔刀斋的触肩状 警察队长很快就否定了这是拔刀斋所为 街头流浪了匪村见信 无意看到 筷子手拔刀斋的抓捕告示 突然少女神谷勋冲了出来 看见带着刀斐村就拿着木剑打 斐村并没有还手 只是躲避神谷勋的追打 斐村跟神谷比起来 简直就是弱不进风 几下就被斐村打倒 他急忙解释自己是一名浪客 自己身上刀也是一把逆刃刀 自己并不具有威胁性 神谷勋之所以会如此 是因为有人打着他们家族的旗号 惩奸楚恶 时代变了 无力不能解决一切 他误以为斐村也是一名不良的剑客 就像告示上的筷子手拔刀斋一样 警察队长来质问武田 血术是怎么回事 武田一副漠不关心 高高挂起的样子 什么有效信息都不肯说 武田的恶行 警察队长遭有耳担 询问他仓库的事情 武田只是回答 进口过无用的 因为没有失凿的证据 队长也拿他无可奈何 新时代的到来 也意味着武士阶层的落寞 武田养了一群走投无路的武士 他将他们当作畜生一样 圈养了起来 他的妖灵一响 使女们端着食物喂着他们 那些落寞的武士 在强势的过程中 完全脱离了人性 佛陀的兽性 只为了眼前的温饱 完全丧失了武士精神 队长曾经也是一名武士 看到那些人的落寞 他十分的气愤 他还是在坚守 自己的武士道精神 一定要将武田 承之欲罚 高和慧一时地逃走 让武田颇为闹火 他很是害怕 那个女人落入到警察的手里 将自己制毒鸦片的刑警曝光 一面加班拔刀斋的武士 主动请应 去警察局抓高和慧 还没有将一切告诉警察的高和慧 很快就被武士给找到了 他学习了警察局 包上自己拔刀斋的名号 他的刀数十分高超 再加上他的眼睛 无人是他的对手 高和慧十分害怕地躲避拔刀斋 逃出来警察坠僧身亡 恰好路过的少女神谷 看到了这一幕 紧接着他看到 桥上的号称拔刀斋的武士 神谷勋劝必要维护家族名声 与对方开打 可是他根本就不是对方的对手 千军一发之际 匪村渐心从桥上一跃而下 救下了神谷 他铭记的身手 让对方对他的身份产生怀疑 号称拔刀斋的人 再次利用自己的眼睛去吓匪村 这一招对匪村根本就没有用 此时警察感到 匪村带着神谷匆匆离开 神谷带着匪村回到自己的家 并对匪村讲了很多自己家里的事 他们家原本是一个很小的六派 很多人因为仰慕神谷的父亲 来到这里练剑 但是半年前 拔刀斋在这里引起骚动 于是 道昌就成了现在这幅荒凉无人的光景 神谷发誓 一定要阻止恶人的行径 挽回家族的名誉 但是陷入的神谷 根本就不是对方的对手 又弹劾复仇 匪村认为 家族的名声 还没有要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去守护 可神谷并不这么认为 在他的心中 剑道高于一切 剑是用来保护人的 而不是杀人的工具 他不甘心自己的道义被邪恶玷污 他认为 自己心中所坚守的信念 其实匪村以及浪克所能理解的 立场不一样的匪村 也犯不着去干涉别人的想法 于是他离开了神谷家 神谷对自己家的道场 十分的尊敬 会时常的打扫 而唯一一个还来练武的 就是神谷的弟子 名神 他会帮忙神谷一起打扫 忽然 门外一阵骚动 一帮武士冲进来 要接收这件道场 他们说是买 其实就是抢 还和神谷发生了不小的冲突 他们穿着鞋进了道场 又将他们家的牌匾踢坏 那些武士越来越疯狂 神谷根本无法阻止 匪村再次赶来 救下神谷于危难之中 现在的他很认同神谷对剑刀的看法 剑刀是救人的 而不是杀人的 那些人见到匪村废话这么多 直接开打 没想到看似瘦肉的匪村 却是一个武艺高强的浪河 只用木剑就将一群人打倒 匪村告诉那帮人 筷子手拔刀斋 所挥之剑是飞天欲剑流 是一种擅长以一对多的古流战术 只要不是逆刃刀 刀拔出以逆刃开打 惩罚人但不伤及人性命 邻居们赶来照看神谷 还叫来了警察 警察将这些挑事的人都抓了起来 匪村问了文湖道场的名声 说这一切都是自己的过错 让警察只把自己给带走了 在监狱的匪村被警察队长认出 他就是筷子手拔刀斋 他们邀请匪村加入他们 阻止鸦片的制作 鸦片祸国殃民 他们必须全面禁止 无奈实力太弱 只能请拔刀斋了帮忙 自从十年前新政建立 八道寨就发誓不再出手 他们逼迫匪村重出江湖 队长和匪村鄙视剑术 他们在雨中击打 拿出一把逆刃刀的匪村步步退让 最终逆刃刀伤到了匪村 见匪村就是不肯出手 便暂时放弃与之合作 高和慧在逃亡之中 他逃到神谷的道场附近 名神还因为是神谷 跑出去吓唬他 没想到撞到了柔软的高和慧 他祈求神明救救自己 匪村从警察厅里出来 神谷来接他 匪村十分开心 神谷能够来接自己 但是一想到自己的过往 他便没有勇气走到神谷的身边 神谷安慰他 并且毫不在意他的过往 每个人都有不好的过去 但是人总要向前看 他认为现在他就是健心 不是筷子手拔刀斋 于是邀请无处可去的匪村 到自己家里来 道场现在成了收容所 不仅收留了匪村 还收留了高和慧 冷冷清清道场一下热闹了起来 匪村很是期待这样的平静生活 为了庆祝匪村的到来 神谷邀请匪村到外面去吃饭 没有眼力见的高和慧也跟来了 贴着匪村故作亲密 神谷询问高和慧的身份信息 可是什么都没有问出来 他们吃得都很快乐 武田官流也来到餐馆 高和慧急急忙忙躲到厕所 这一次的目标并不是他 而是坐在他旁边的匪村 他们不知道从哪里得知到匪村的能力的 花仲金来聘请匪村来为他们卖命 匪村低着头吃着饭 并不理会武田 武田拿钱撒到匪村的身上 面对此羞辱 匪村照样面不改色 心不跳将饭放下 把落在身上的钱捡起来 放进武田的包里 另一个从外面冲进来武士 自高奋勇地要求武田雇佣自己 这个名为左支柱的男人 扛着一把和自己身高差不多的大刀 厉不厉害不知道 只知道他喝生鸡蛋的能力绝对遗留 别人口渴喝水 他口渴喝鸡蛋 他在餐馆揭露了匪村的真实身份 在场的所有人都十分的害怕 可是最大的左支柱 非要和匪村一决高下 匪村觉得今天要是不打还真就走不了了 与其这样不如迎战 只见左支柱拿着大刀乱砍 毫无战斗技巧 灵活的匪村自始至终都没有将刀拔出来 也没有和左支柱真正的打起来 匪村冬至以轻 小之以理的将左支柱劝退 避免立场腥风血雨 匪村的威力也同样吓退了武田 警告自己的手下千万不要招惹他 杀戮还在积蓄 那个一直冒充拔刀斋的人 在大街小巷不断的杀人 那些曾经挑衅道场的人都死了 警察对这些人也是无能为力 他看着死者的家属 想到了曾经自己 自己曾经一个人杀死了数名武士 打着成就新政的名号 毁了一个又一个家庭 移民武士为了自己最重要的爱人 拼尽最后一口气也要战斗 他在匪村的脸上留下深深的刀疤 匪村之中还是将他杀死 每杀死一个人 他都会留下出奸状 匪村隐藏在人群中 看着那些死去的人 刺着异矣 亲人们痛哭流涕 难掩悲伤 他开始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 新政的意义到底何在 一直到现在 他依旧有这个疑问 武田的黑暗交易还在继续 他又弄来更新奇的武器 以便于他的鸦片扩张 他要把深谷道上在内的一大片地区 全部变成港口 将自己的鸦片卖到全国各地 从而掌管整个世界 武田做着自己的春秋大梦 冒充拔刀斋的人不停地杀戮 新政下世道并不是那么安全 此时 武田身边的蒙面武士 已经找到了高和慧的藏身之地 但是他并没有马上带走高和慧 只是警告他要小心 村子里面爆发了瘟疫 少女们纷纷高烧不止 高和慧尝了下水 果不其然 毒就下在人们的水井里 医者父母亲高和慧 看着一些生病的人 为他们悉心意志 经过争纷夺命的抢救 才从死神手中将这些人的命 给抢救回来 高和慧一开始就知道是何人所为 匪村去河边找到高和慧 他们两个都曾经用自己的双手杀过人 不同的是高和慧是为了活下去 他看到一个因为鸦片而死去的人 内心感到无比愧疚 他不愿意看到更多人因为自己而死去 匪村决定为了他们心中的道义 去解决那帮家伙 临走时 他们发现高和慧不见了 高和慧又毁了地狱 这一次他为了无辜的人 要杀掉武田 可是他怎么是武田的对手呢 刺杀不成 反被武田给抓住 匪村和左支柱来为百姓报仇 匪村肩服着保护百姓的职责 这一次他的刀是为活人 几百个武士将两个人团团围住 为了刺激那些人战斗欲 武田在楼上不断向下撒钱 武田十分成气 他不懂为什么八道斋会如此拼命 一个名利都不要的人究竟是为了什么 自称八道斋的人此时也来添乱 楼上比楼下还要可怕 他的手下阻止匪村来救高和慧 所知住在一楼和第一个武士打 蒙面武士在二楼等着匪村 他摘下面具露出丑恶的疤痕 他们都恨匪村 因为他制造的和平世界 使他们难以谋生 只能恶匪生于武田的手下 左支柱和另外一个坏人 打着打着就累了 刚好就打到了厨房 各自补充了点能量 接着打 匪村和蒙面武士在二楼打 尽管蒙面武士都站不起来 还是不甘心 接着要打 不开杀戮心的匪村放过了他 胜负一分 没有必要再打下去 他们接着寻找到高和慧小姐 高和慧没有找到 找到了武田 他们拿着高射炮 一见匪村就一通扫射 人家手窝重型武器 人家怕傻 他们两个只能躲在门外 不敢冲进去 无计可施之际 警察队长赶到 原来名神早已报警 他们三个人一起降低 他们看到了此武器有死角 就假装先投降 匪村和左支柱将武器全部放下 无天得意之际 左支柱的一个鸡蛋 砸在他的头上 他们趁机分头跑 扰乱弩田的视线 警察队长上场 将第二点砍下 就算你手窝重型武器就怎么样 还不是照样被降服 两个人急忙去找高和慧 高和慧让他们赶快去找神谷 那个假扮拔刀招的人 将神谷带到一个森林里 引诱匪村出来 他一定要和匪村决一死战 拿着逆人道的匪村 稍训于假的拔刀斋 假的拔刀斋觉得 匪村不尽全力 就对神谷施术 看了他的眼睛的神谷 立刻呼吸不畅 假拔刀斋告诉匪村 两分钟之内不将他杀死 神谷就会首先死去 这激发了匪村的斗志 他拿起刀和假的拔刀斋决战 假的拔刀斋根本就不是匪村的对手 匪村将对方打的手关节都碎了 金也断了 再也无法拿起刀 但是他为了神谷小姐 要再次变成筷子手 这是多么痛心 他提起刀要砍向假的拔刀斋 神谷不能因为自己 让匪村再次变成杀戮机器 他靠自己的毅力解开了法术 阻止了匪村 他告诉匪村 就算不杀人也能救人 这就是他践心所向往的新世界 可是不死心的假拔刀斋 还是要激怒匪村 不惜自杀也要激发他心中的心魔 诅咒他天生就是筷子手 是天生的恶魔 可是如今他使用匿道 就是要断掉杀人的念头 渊源相报何时了 最后他将神谷小姐救走 五天他们也得到应有的惩罚 神谷醒来之后没有看见匪村 非常慌张的前去寻找 终于看到了重新制作 安于生活的匪村建新 电影到此告一顿落 本片是日本漫改电影《浪科建新》 时代的更迭使得武士没落 他们终将淫退在历史的长河中 时代在变 他们很多人都难以适应 固受的信念化为乌有 殊不知真正的剑道不是杀戮 而是救人 只有那些守着救人信念的武士 无论时代怎么样更替 都能找到安身立命之处 这是一部非常热血的电影 老油条我十分推荐本片 好了本期就是这样 我们下期再见 dzie Claro 我只能听你 9 9 9